这个在大家最喜欢引用的一个文件 就是余鸿军在6月2号 韩战爆发前的三个礼拜 这个报告蒋总裁的 一个有关中央银行黄金的报告 这个最后的一段就是说 还剩下54万两 那么这54万两只是存在中央银行的黄金 而没有包括在台湾银行 还有这个新台币的准备金 这个80万两 还有一共加起来 在台湾银行还有130万两左右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认为 这个只剩下54万两了 每个月还有还需要18万两的黄金支出作为军费 那这个三个月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周鸿涛先生 在这个蒋公于我的书里面所写的 这个是大家都误解的一点 这就是周鸿涛的黄金支出作为军费 这就是周鸿涛的黄金支出作为军费 这就是周鸿涛的黄金支出作为军费